9月26号德云社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演出 之所以说这场演出特殊 是因为这场演出虽然阵容强大 却是免费观看的 如果只看演出阵容 孟贺堂 周九良 李云天 史爱东 张九龄 王九龙 宋浩然 于小怀 董萧云 会以为这是一场规格很高的商演 但其实这是一场惠民演出 是甘肃清水县和天津河北区 庆国庆东西部协作文化惠民演出 要知道德云社的演出票一向是一票难求的 尤其是商演票 基本上均价都是一千多块 大家知道像这样的惠民演出是肯定没有费用的 德云社不仅派出了很强的阵容 还是冒雨参加 德云社的出色表现引来了官方的报道表扬 敬业精神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9月27号郭德纲老师亲自转发了官方的报道 配上了三个小红星 也是对徒弟们的表现非常满意 而就在前几天 德云社的副总刘鹤英 总教席高峰 教导主任杨鹤通 还带着演员去养老院慰问演出了 大家都说郭德纲正在向主流靠拢 德云社现在干的事情 不就是以前相声同行的专业吗 郭德纲老师这么做 其实是必然的结果 因为随着德云社越来越壮大 影响力越来越大 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多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 郭德纲穷得吃不上饭的时候 想做公益也是有心无力 如今德云社家大业大 到了回馈社会的时候了 参加惠民活动的演出 只是德云社回馈社会的一件事情 这些年来 德云社捐赠疫情物资支持武汉 捐赠救护车 为医护人员捐赠豪华婚礼 孙岳担任迎天使计划爱心大使 关注空巢老人 张云雷为先天性心脏病儿童 募集善款 这一切种种都是德云社爱心奉献 而那些骂郭德纲三俗的同行 看到德云社的这些事举 恐怕也张不开嘴巴了 这确实是非常讽刺 曾经为骂三俗的德云社 如今把同行慰问演出的业务 都给抢了 不是郭德纲多么优秀 就是同行的衬托 德云社被人骂了几十年了 可是不但没有被打败 反而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他们 说到底就是两个原因 第一 业务能力够硬 德云社的相声就是好听 第二就是 身正不怕影子邪 做好事从不张扬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德云社如今越来越好 就是最好的证明